大家好我是PIN 又回到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因為我們日版的活動也差不多結束了喔 那我們就要回歸我們的台版的生活啦 那目前的話呢 今天好不好是出了我們的絕集的地獄門 好不好 只剩下五個小時了 那之前的話有跟大家講出來介紹啊 我們之前是沒有打過喔 通常地獄門對我來說都是一個 比較可怕的關卡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我們地獄門 到底變得有多麼的可怕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絕集地獄門 基本上第一關的話就會有我們的 那個初級限制條件啦 極難耶 我感覺搞不好我今天連這個關卡都打不贏了喔 來看一下初級條件是什麼吧 這邊的話是只能出 基本角色跟ES貓貓跟超級 喔好險好險 用超級稀有就可以出了 但是我們的那個大狂藍系列的話就沒辦法出了 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那我們就拿一套隊伍來試試看好了 用這套黑色部隊來改一下喔 那目前來說因為沒辦法出 不行 不是黑色部隊啦 應該要紅色部隊才對喔 因為這關卡就是我們紅色的那個部隊 喔 尷尬了喔 這邊居然是沒有啦 用蘋果貓了喔 哇 這個厲害了 這個 這個我們地獄門大哥厲害啦 那只能用我們的淘汰狼了 所以盡可能的話 可能就要看一下進去裡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因為我們只能用ES貓貓 跟我們的那個 一般的貓貓 跟我們的那個機器有貓貓 所以沒辦法用那個 太強烈的貓貓 我們就來看一下該怎麼辦喔 換個倒貓上去然後 再把能夠打我們紅色敵人的傷害的角色 拿出來用好了 比如說我們這隻性質 啊 貓咪性質喔 應該是可以的 好 我們就先用這套隊伍來打打看啦 看一下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喔 搞不好我們今天 就卡到我們這個阿修露之路 極難關卡了 搞不好就是這樣子喔 感覺超級難的好不好 好 來看一下 我記得應該就是口臭王吧 希望是不要口臭王啦 因為我真的覺得口臭王有點太難打了 然後來看一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目前來說我們的 OMG 果然是口臭王欸 那口臭王這邊感覺好像我們的 那個冰軍魔貓也用不到他欸 這關會不會其實就是我們 那個地獄門阿 的最初關卡 只是有些要一點限制喔 但是我之前那個地獄門 好像是用我們蘋果貓啦 這次如果沒有蘋果貓的話 感覺 會不會有點難受阿 我的天 好 我們來試試看喔 四個四個四個 目前來說就出現了我們的紅色的蛇蛇 那如果這關的話 哇 一咬直接把我們的小貓給咬掉了 我覺得這關搞不好我真的連打贏 打都打不過去的感覺欸 喔 有紅色珊珠 畢竟有貓出來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先把紅色珊珠 就可以解決喔 所以這關打的感覺就跟我們之前的地獄門有點像喔 背景都一模一樣喔 其實我有點久沒有打我們地獄門了 所以我就忘記它裡面的觀感大概長什麼樣子了 那目前來說就是希望可以趕快把我們的 Oh my god 開始吐口哨了 開始吐口哨了 這會不會直接把我們打掉 喔 對耶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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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沒辦法這樣打 哈哈 欸 完了完了完了 口臭王 你壞壞 口臭王壞壞 看來我覺得應該是要用山豬先打到這邊 然後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機會直接去衝一波這樣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山豬打在前面的話還算是蠻安穩一點點的感覺 哇 攻擊力下降 因為我會被擊退 美女神仙 喔~~不會吧 欸對對對對對還有這隻喔 哇 那這個 這個這個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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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記還有它 啊 GG 之前打我們地獄門最麻煩的可能還是有我們這隻對不對 也就是我們這個 火鳥啊 火鳥這邊感覺應該是不是要叫多一點那個盾牌出來才趕著他啊 我覺得這邊有點小尷尬 喔 美女神這邊射得不錯喔 但美女神如果能夠被我們那個紅色的那個 半弱給波羅打到的話應該會蠻尷尬的喔 哇 加油啊 怎麼那麼難的感覺 我來我最討厭的就是地獄門啦 這邊龍蜂獸感覺1KB喔 就是一下1KB的感覺 但是這邊波羅也是快要把我們給打死了 快 色不色的到波羅 交給妳了 美女神 我們一切的希望 目前來說感覺應該是海 OMG 感覺一點都不好啊 哇 有沒有3000多塊 我要再叫一隻那個出來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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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冰菌王貓快出來 然後感覺應該是可以這樣 然後用美女神來慢慢地削波羅的血 不是 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應該還算不錯 可是我覺得之後應該還會再出一隻鴕鳥喔 我記得沒錯的話 哇 這邊 尷尬 這個波羅 波羅只要不要打到我們就好了喔 欸對 這關是不是可以帶那個白巫厚阿 應該是可以帶白巫厚的感覺 我想一下 帶一下我們的性質好了 紫加油喔 哇 冰軍有沒有被捅到了 不知道這邊 美女神到底有沒有打到我們的那個欸 到底有沒有打到我們的波羅 如果有的話還算是個好消息 阿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等死這樣 OMG 完了完了完了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感覺沒有辦法 哇 這性質 哇 性質被癢了兩下就掛了 然後這關後面又有我們的頭鳥 欸 這關 應該要去思考一下陣型了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是沒有辦法把他打贏的感覺喔 因為這關 他要的東西應該蠻多的 要思考的東西蠻多的 哇 這邊直接把我們這個等掉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打 但是陣型不太對的感覺 但是怎麼感覺 好像跟以前比的話好像沒有那麼難的感覺啦 因為以前我記得我是 連靠近都沒辦法靠近欸 然後要暫停才可以打 可是這次沒有蘋果貓的話要暫停我們的波羅 感覺就沒那麼簡單了 加油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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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們能撐多少是多少啊 跟你拚啊我的天吶 好 後面的話又出了我們紅色的海報喔 感覺炮灰再多一點的話應該就不用狙霸我們的鴕鳥了 後面再放幾隻能夠打我們的那個鴕鳥的輸出 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目前來說的話呢 就是有點沒辦法打我們後面那個波爾 有點小尷尬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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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淇淋我們要打你啊 鴕鳥 你囂張 哇 沒辦法了 哈哈 哈哈 這關應該要再去思考一下陣型會比較好一點點 加油加油 冰淇淋有貓你可以的 冰淇淋有貓如果能夠用到波爾就好了欸 但是 找了蘋果貓真的就會比較尷尬 他是不是故意不讓我們用蘋果貓啊 真是陰險欸 陰險狡詐 哇 這邊又來一隻山豬 所以整體來說他大概就是長這不得性喔 那 欸 只能用我們的那個稀有角色跟夜角色跟超級稀有 欸 一般是不是 我待會看一下能不能帶我們大鎚哥哥跟魔劍士哥哥 因為我之前好像記得是用大鎚哥哥跟魔劍士哥哥來打 GG 這關的話目前來說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哈 如果可以用大鎚哥哥跟魔劍士哥哥的話 可以再來試一場看看 89欸 打他才89 太誇張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用 欸 好像不行欸 欸 連稀有角色都不給用欸 這樣的話真的會有點小尷尬欸 再思考一下 我覺得把0號機換成2號機好了 要多一點那個遠攻距離的角色來打一下 我覺得2號機應該也是可以來打一下我們的那個就是 打一下我們的鴕鳥應該是可以 2號機換上來 這邊的話感覺那個莫比烏斯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還是先帶上去看一下好了喔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打我們紅色體能的 神龍王 打飛並減慢 這個沒有辦法 還是要再加一隻砲啊 我覺得小地上3階來用用看好了 搞不好有點機會 然後性質這邊不太行就把它換掉了 來看看 這樣的話呢錢包就要比較吃緊一點點 然後來把我們這個 暗黑貓也給他換上去好了 大老婆先下來休息一下 來看一下這樣子可不可以喔 我們來嘗試一下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我們應該就是 試一下再研究一下 好 那我們這關的話呢 果然就是比較麻煩啦 會有我們這個波爾軍登場喔 真的就是比較尷尬一點點 先把它留到後面一點點好了 然後先來存點錢 先讓他不要這麼早過來喔 不然真的是有點小尷尬 之前打這關的時候就覺得很麻煩了啦 所以大家可以挑戰一下自己喔 之前我記得我影片是沒有錄到我通關的畫面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亂打過了這樣子 好像是用了7秒 7秒大法吧 7秒大法把它打過的 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來面對一下我們的 紅色山豬 紅色山豬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拉到塔前一點點了 好 冰淇牛貓先出 下一次就出我們的耳耗機 速速解決 速速解決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存更多的錢喔 覺得耳耗機再加上冰淇牛貓 應該是可以有效的打死我們這隻山豬 但是最恐怖的就是接下來的那個波羅龍 因為這隻沒有辦法帶我們蘋果貓啦 所以就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不過這邊順利的打掉了 看一下這邊快速的冰淇牛貓加油 快 走快一點 放開個貓砲好不好 喔不 好像弄不到 哇兩下直接把我們那個給毀掉欸 所以感覺這沒辦法喔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用稀有貓貓 所以連欸 御速師是什麼啊 御速師是那個 欸不是我帶到二階的 我帶到二階的地上了啦87 完了完了完了 我帶到二階的地上了啦878787 這邊應該是沒辦法打了 二階地上直接掰掰 唉唷 Sayonara 我覺得我之後的話 自己試一下來研究一下好了喔 那我們今天先來大家看 就是我們這個阿修羅之路疾難關卡 也就是我們那個啊 就是 地獄門的疾難喔 其實 這樣看起來就是 要蠻花時間去思考該怎麼配自己在隊伍 因為之前我們打地獄門的話 也是花了蠻久一段時間的 所以 就先等得平一段時間吧 我覺得這關卡 應該會被擺在蠻後面的感覺喔 太恐怖了吧 果然是好不好 地獄門 可是這一次花73喔 我們剛剛是89 所以 硬打過去應該是有機會的囉 那如果你們一些比較簡單攻擊的方法 或是簡單的一些玩法的話 你可以先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其他的觀眾朋友們囉 那哲平等到自己嘗試到真的不行的話呢 哲平會再來看一下大家是怎麼打的囉 好啦那你覺得我們今天的地獄門 真的絕集到很可怕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每天中午十二點 晚上五點半跟晚上九點多的影片囉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這邊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可以在下部影片再見囉 down